中业经济合作会议的大会开幕式是由经济部长孙英权和越南的经济统长半经济共同主持 孙英权在这参集的时候表示 中业两国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发展目标相同 所以两国的未来的建设工作今后应该要特大合作的范围 而在中业方面应该要弥定长期合作的办法 范军业在这参集的时候指出 由于中业过去十年来的经济合作 越南的好几工厂在今年已经正式生产 他希望中华民国能够继续给予支援 帮助越南重建工作 中业经济会议已经获得了多项的结论 但是我国将要协助越南建立一个小型堂场 家政的农场等 另外还提供部分的贷款给越南 这项会议将继续三天十五号 这项会议将继续三天十五号